日前研究两岸的学者董立文 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提出了一份 灭苏计划的报告 报告当中指出 北京方面要借由5月份 民进党主席改选之际 松动民进党的传统两岸政策 这也代表苏贞昌的势力将被挑战 这个话一出引起了党内哗然 也让主席的选举再次升级成为 对中政策的角力战 捧着厚厚一本论文集 苏仁昌跟谢长廷都笑得开心 执政八年的成绩单拿在手里 让前后任主席更有自信 没有2014的胜选 就没有2016的中央执政 我们这是书的发表会 但是我们是要赢 一语双关 谢长廷巧妙发球 展现企图心 而民进党即将在5月改选党主席 日前有学者表示 北京近来动作频频 就是想松动民进党 传统两岸政策 启动灭书计划 坚守主权 一定是中共所不欢迎 中国一定是希望 民进党来调整 对中的政策 任何要选党主席的都可能 对不对 所以 不过我是觉得 要有信心 不必 说拿中国来下自己 事实上 这也不利于团结 我是认为 而且这个再讲下去 就有一点 露肉味露肉味这样 正面的力量指的是院长吗 我想也可能 只蔡英文嘛 对不对 我没有听过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我们还是要去了解一下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这样说法是值不值得参考 一番阴谋论 把党内事变成天下事 眼看王毅琪写下两岸沟通新页 连战更是直接对话习近平 想要坚守民党传统教义 孙昌 父辈都受敌 优优电TV陈明言 柯章 台北报导